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渴望变好 时刻为自己的现状和未来焦虑 晚上想着千百遍 早上醒来还是一成不变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的人生还很长 经得起年轻时候的折腾和浪费 默然回首 昔日已逝 青春不再 杨将曾写道 世上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时间 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 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是年龄 该怎么走 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选择 余生很贵 请别浪费 灵妖坚持早起 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有文化还是没文化 在一定意义上 人与人之间是公平的 一天拥有的都是24个小时 但往往造成最后人生差别的 究竟是什么 早起 也许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 南怀锦先生曾说过 能够控制早晨的人 方可控制人生 事实上 国内外很多成功人士 都有着早起的习惯 苹果CEO蒂姆库克凌晨3点45分 起床处理邮件 作家村上春树 每天4点30分起床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每天5点前起床 百度李彦宏 每天早晨5点多被机会叫醒 为什么要坚持早起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艾格说 这个时候没有太多干扰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一周骑两次自行车 用健身器材做两次有氧运动 跟着教练练习举重 同时这时候也很适合思考问题 我相信运动会缓解压力 让精力更加充沛 哈佛商学院教授比尔 乔治如是说 像艾格这样有意地早起锻炼 能够帮助领导者更具创造力 更易接受新观点新思路 早晨 是万物复苏之时 是精力最充沛之时 这些多出来的时间 是完全自由的个人时间 不被打扰和干涉 带着新生的活力 达破常规 创新思考 无论是学习 工作还是锻炼 都会更专注 更高效 坚持早起 无疑会给你的人生 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戒掉熬夜 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坚持早起 并非要剥夺睡眠时间 众所周知 只有整晚充足的睡眠 才能带来效率的提升 反观我们的周围 这大概是个年轻人全民熬夜的年代 晚上十点多 写字楼里还有大片灯光 商场周围还有K歌聚会 便利店的消费者进进出出 习惯性的熬夜 必然导致长期的睡眠不足 精力涣散 更为可怕的是近年来 频繁发生因熬夜而猝死的事件 演员高以翔 凌晨两点多 还在录制《追我吧》节目 造成心脏骤停 生命最终定格在35岁 大学毕业加入百度 才四个月的程序员林涛海 因为连续工作48小时 而猝死于梦中 海角的副主编金波猝死在地铁里 前一天晚上还在通宵赶稿子 生命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戛然而止 不禁让人唏嘘 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年轻 身体不舒服 硬炕一下就过去了 当生命真的走到了尽头 我们才追悔莫及 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过 拖拖拉拉地熬夜不睡觉 根本没一点好处 天一黑就赶紧钻进被窝 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 这样再好不过 戒掉熬夜 遵守生物中 无疑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学会独处 是人生的智慧 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你是砍柴的 他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他的羊吃饱了 你的柴呢 有时候我们很害怕孤独 总把自己的社交 安排得满满当当 却在闲聊的热闹里 把自己的时间 白白白浪费掉 殊不知 人生的一大智慧 是抛弃无效社交 享受高质量的独处 著名学者周国平 有一句名言 相比于社交 独处绝对是一种能力 杨将一生生活简单 为人低调 他与钱中书 总是喜欢隐于世事 喧哗之外 专心致学 孝兰老师从1986年开始 把春节当成个人 快速成长的私人时间 独处的时间里 他可以好几天 安静地想自己的事 看自己的书 睡自己的觉 更是在2010年春节 他两周的时间 一口气整理完 人人都能用英语 以及把时间 当作朋友的修订 这才是独处的最高境界 不发呆 不乱想 不迷茫 目标坚定 不断成长 不断提升 学会独处 你将会变得更强大 人生的较量 本质上都是 关于时间的较量 能掌控自己的时间 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人活在世上不容易 满打满算 也不过区区三万天 前半时已经过了 后半时很贵 不要浪费 不如多把时间 放在读书和运动上 读书使人不惑 运动使人健康 把日子过得风盈 把生命活出本色 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世上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时间 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 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是年龄 该怎么走 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选择 余生很贵 请别浪费 写得真好 因此时间宝贵 要珍惜每分每秒 努力学习 自律 自控 不虚度 自己的光阴青春 不熬自己的健康 只有自己经历过 才深深地明白 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才有足够的状态 去自己喜欢的城市 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并好好努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受伎视频